哈囉大家好我是大師 今天我們要介紹的天氣姐人物 就是神魔之尊傳當中 與環石界當中登場的四邪之一的 薩刃高七 那薩刃高七是我最喜歡的一隻反派角色 那在微信的子龍官方天氣姐 幽城在臨在今天1月11號公佈了 那因為高七這個人物 高七這個人物實在太喜歡了 趕快來錄製 好 狂怒殺人 封心屠戮 欸 看不到 等我往下一點 好的 狂怒殺人 封心屠戮 好 今天要介紹一個是 江湖中赫赫有名的薩刃高七 他就要在新的測試中登場 就是第三次封測 順便科普一下 第三次封測聽說是1月11號這一週會有消息 好 高七在原作中的成功四周傳 跟環神血神當中均有登場 乃是劍邪陰千陽 坐下嗜血之一 江湖人稱薩刃 老實說我覺得CG圖 還不錯 沒有歪太多 牙齒還有做出來 其實 其實薩刃 跟高七其實荒原度蠻高的齁 但其實人物還是偏壯齁 跟蝦明超差不多一樣的大小 肌肉大小 可是他的刀 因為這個刀是可以改變武器的外觀 所以可能把武器升級之後 可能會換成原作的那種 這種刀跟劍這樣 好 高七只為了追求無窮無盡的力量 而不亂殺戮 雖然 雙木以下 卻絲毫不影響他 揮舞雙的狂怒嚎叫 前行屠戮 只是身體不能動彈才會停下 可不可以是一位 不責不扣的殺人機器 高七並非人類 只是一隻黑熊精 這邊只寫熊精 不過在環神血當中是黑熊精 雙木是由他自己親手所抓下的 那害人的爪痕變成證據 而他之所以這樣做的原因 正和高七發狂怒謀的故事有關 是一段悲傷又無奈的愛情故事 妖怒想要噤聲先烈 就要摒棄殺念 如數潛修 高七原本是一隻開了靈智的熊 身居山林 為求成仙安心休養 一隻吃素的熊是不是很有意思啊 只是他勿死獨吵 五丈六腐方江倒海 讓他陷入瘋狂 而後落入獵人的陷阱之中 正是禍不擔心 目睹看著人類的貪婪嘴臉 高七長期被壓抑的凶險幾乎就爆發 回爪吧 讓這些人感受下什麼叫做代價 沉淪吧 墮落吧 你本該如此 誒 那希徒圖 希徒圖還沒有跑出來 好 然而高七的利爪 只是慢慢放下來 一位少女放走了他 我這邊寫的 不是這樣子好不好 呃 在這個獵人當中是他一直 不不不去傷害那些獵人跟獵人 因為他知道他不小心踩到陷阱 然後就一直到後面快忍不住了 因為他快死了 所以然後那個時候 就是 這個少女是古青年 古青年 幫助高七跟那些獵人講說 欸不在這個方向之類的啊 反正就是掩護他的意思啊 而不是放走他啦 你要說放走其實 這樣講有點單調 其實原因是這樣子啊 那位彷彿連速殺之氣都能平息的姑娘 是一個很美很美的名字 古青年 高七對入愛河 總是高七走出了山林 化作人形 群到古青年 即使姑娘知道高七妖怪的身份 卻說好沒有鼻翼與恐懼 雖然她和情感 雖然她的情感和嘴一樣笨拙 但是高七的真心打動了她 這本來是一段佳話 然而他們小看世人的成見 人妖出途 堂堂濮陽太守的女兒 竟然與妖怪結尾連理 真心難敵 人言可畏 一切綿雅的幻想 隨著古青年的致敬煙消雲散 這邊的致敬是上吊自殺 高七笑了 笑得絲心裂肺 笑得萬念俱滅 只剩下一個念頭在咆哮 情感那是妄想 那是痴念 我就是一個不責不靠的野獸 從此古青年所生愛的高七遺食 無人激奠 只會留下力量而活的殺人 失去新的雙刃 揮舞再多也無法找到歸屬 正所謂可恨之人必有可憐之處 我想天氣節系列中所傳達的狹義 也是為了能少一些像高七這樣的可憐人吧 好給大家看一下之前我錄的齁 高七雙眼 雙眼 青眼 我記得錄的那一段給大家看一下齁 這裡 明明 明白了吧 看到了吧 死心了吧 你的手 到時都是一隻手 不管怎麼樣 也不會是人啊 不會是 永遠都不會是啊 我 我 有這雙珠子裡是 我要永遠刻骨記住 我 我只是一頭獸 任世間的一切一切 與我相關的 就是只有落落強勢 只有力量的追求 好 想要什麼憑我 安逸 那 全部是我該有的 我的宿命 就是 找 殺 力量 我 我 給你 力量 好 之前的劇情就是這樣子 好 智慧雙眼的時候 好 那我們看一下 這個高七的招式齁 這個是 衝撞 橫衝衝軍嗎 衝撞什麼軍 撞衝 撞擊 什麼 看不到 好 撞震衝軍 好 從此古青年所生害的高七遺詞 好 這邊念過了 失去新的雙的揮舞再多 也無法找到貴族 正說 可以這邊念過了 在不 不限量測試來領之前 少小可以將高七招式 揮笑 見識一下這個煞刃之威靡的猛勢 實力幾何 怎麼那麼慢 好 圖片 戲劇圖 好 高七獅子是鐵位 屬性暗 手持引血雙刃大殺四方 天賦狂血亂刃 在未滿血的狀態下 會提高自身物理攻擊 對戰後 還能對自身周圍一圈的其他敵人造成傷害 怎麼還在轉啊 我們讓他轉一下 那經典絕學呢 絕煞刃 能夠造成傷害之後 回復自身氣血保證續航能力 而絕學鬼煞焚刃 具有高七自身血量越低 血量越低 傷害越高的特性 猛獸的絕境一擊 絕境一擊往往是最為猛烈的 一定要根據戰場情形靈活調整 好 以上就是高七的介紹 我們看一下 他跑出來 那 基本上啊 高七的絕學是要消氣血才能發動 跟那個仙女燒一模一樣 基本上 他把它做成跟仙女燒一樣 那再來就是 絕煞人怎麼跑那麼慢啊 好 我們看一下招式 回風斬 好是轉一圈攻擊 沒什麼特別的 好再來是這個 絕煞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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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中間有個煞字出現 沒錯齁 然後這一個是鬼煞焚日 是新的招式齁 手的當中出現的 好帥喔 好 以上就是 高七的一些招式的 動畫 GIFT圖 跟高七的介紹啦 那我們看一下 絕煞劍之前的 手遊跟之前 聖母之的傳 差別在哪裡齁 好 給大家看一下 好補空 這邊 普通攻擊 好絕煞劍 可是之前那個煞會閃一下 比較帥 好就是這樣 好 然後這邊的話 普通攻擊是哪一個 普通攻擊 好像沒有普通攻擊 喔這個這個 普通攻擊長這樣 普通攻擊這麼華麗了 然後反擊的話是 反擊蠻帥的 好 好 好 那這邊其實要分享的是說 其實我蠻喜歡高七這位角色齁 然後在環神鞋當中呢 高七是四血當中最 劇情最多的一位齁 那 我自己當時直播的時候 跟觀眾討論的結果 是因為 高七或許是因為 是四血當中 具有喪性最重的一位齁 因為他本來就不是 為二的嘛 他本來就是 因為誤入陷阱 在誤入陷阱之前呢 他都是一位秉持的 上星的 呃 一個黑熊精 好 那我們看一下 當初 殷前陽要 四場 諸天見證的時候 然後 不是打敗高七的時候 的那段劇情吧 那這段劇情呢 高七在被打敗之後 恢復理智之後呢 馬上都跟殷前陽說 殺了我吧 我們看一下 諸天見證 高七兄 高七兄 你清醒點了嗎 英雄弟 你 你殺了我吧 我還是這麼多條人命 已經不再有資格活下去了 不 我不會殺你的 你走吧 好 這段劇情就先 就這樣子 主要就是 我想表達的是 呃 高七是 他其實殺了這麼多 其實他 他自己是很很很煎熬的 被控制的時候 被控制的時候 好那今天的 高七嗜血 嗜血之一的 殺人高七 到這 就到這邊結束了 好 那第三次封測 我們就可以玩到 高七這位人物了 那喜歡我的頻道 也請按下訂閱按鈕 跟鈴鐺 記得追蹤IGLB RTG 謝謝大家 這集有收看 掰掰